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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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各种困难都是听天由命 就在三年前的2011年12月尾 我家中不幸发生了大事 妈妈咳嗽了好几个月未能痊愈 去医院做了身体体验 体验报告显示了妈妈得了第三期肺癌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竟然降临在我家 当时我们全家都感到惊慌失措和沮丧 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主治医生安排了妈妈到医院做化疗和射疗 妈妈的脸色一次比一次的苍白无色 身体也很虚弱 体重和免疫系统也开始逐渐的下降 情况很不稳定 有时会出现呼吸不顺畅 天天都难以入眠 加上妈妈没有注意饮食方面 咳嗽的腹发更为严重 甚至还克出血来 医生宣布不能再为妈妈进行任何的治疗 只给妈妈服用了一些药物 在服用药物的期间 妈妈不但没好转 反而病情更为严重 家人都感到非常无助和难过 天天都活在恐慌难免的日子里 在2012年的五月尾 我到了一家理发店 无意中翻阅到一本风采杂志 从书中发现了一页写着 卢君洪大师是为活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的祸身来救度众生 医学上很多治不了的疑难杂症的病痛 都被救好了 我顿时感到了一丝的希望和喜悦 心想这次妈妈的病有救了 于是赶紧联络了马来西亚心灵法门 冰城共修会的张同修 他很慈悲地寄送了炉台奖的书籍 光碟和经书给我 教导我如何通过三大法宝 为妈妈祈求 由于妈妈当时不信佛 生怕妈妈造口业 我在隐瞒妈妈的情况下 一星期没去上班 在自己家中为妈妈念经念小房子 在短短一星期后 烧了所念的小房子 妈妈的咳嗽明显好转了 脸色也开始红润 这让我更坚信学佛的信心 我向观世音菩萨 发愿要广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我每天帮妈妈念七遍的心经 求观世音菩萨 能够早日让妈妈信佛 开智慧学念经 现在值得令我开心的是 妈妈终于拿起经书 开始念经了 不是字的妈妈 都会背诵大悲咒和心经了 我知道一定是观世音菩萨 和恩师如台掌 慈悲的加持 后来我矜持按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帮妈妈多做功德 每个月放生两次 和向菩萨许愿 在多久时间里面度更多人 因此妈妈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身体比以前越来越好了 由于妈妈当时还没吃全素 只是在初一十五吃而已 所以零八位置的癌细胞又转移了 在2013年的7月16日当天 观世音菩萨很慈悲 竟然让我第一次打通了台掌 师父图腾电话 师父告诉我说 妈妈被发现癌症时 其实是难以度过五十岁数的 是一个大官 回想师父说的话 我妈妈被发现癌症时 正是四十九岁数 师父也知道 我在这一年来有不停地帮妈妈 念经做功德才得以延寿 师父说 妈妈一定要持大愿 持全素 从此不杀身 度人以身说法 小房子 以拨拨十九章不停地念下去 直到好为止 后来妈妈也跟着 许愿和持全素了 在2014年的7月5日 很感恩 很庆幸地再次打通了 图腾电话 师父说 妈妈身上的癌细胞消失了 淋巴也无大碍 感恩大赐大悲 观世音菩萨和恩师 如君洪台掌 救了我的妈妈 让我妈妈再一次地延寿了 在我还没学心灵法门之前 我是一个爱钻牛角尖 很自着的人 好胜心非常强 时常为了一些琐碎的事 想不开 因此得了忧郁症 活得很痛苦 天天都一直失眠 每当夜晚时 我看到自己的床 就会感到非常害怕 自己又不能入眠 每次都要等到天亮 才可以入睡 很痛苦 尤其是睡在我枕边的人 更担忧我而难受 有时 自己感觉到 思维不是自己 所能控制的 每天都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压迫感 觉得做人活着 很没有意识 很想了断自己的生命 甚至不敢一人独处 心中很忧虑 害怕 感觉心脏跳速 比正常人还快 手心还冒冷汗 去医院做了心脏检查 和验血 医生也查不出原因 知道自己在这样下去 迟早心脏一定会出毛病 和得神经病 我天天跪在佛台前 哭着求观世音菩萨救救我 能够慈悲帮助我 医治我的忧郁症 我不断地向菩萨忏悔 我以前做错的事 我会好好的修行修行 改掉身上的坏习体 以前的我脾气很坏 嘴巴不扰人 时常造口液 导致业障爆发 才受此折磨 在我帮妈妈 打进图腾电话的同时 师父也帮我看了图腾 说我得了忧郁症 身上有灵性 师父还慈悲地开功课给我 要我每天加念心经四十九遍 解节奏四十九遍 小房子也不停一波波念下去 短短的一个月内 我的忧郁症完完全全地康复了 不再失眠了 除此之外困扰我 很久的惊痛问题 鼻子敏感和静穴的问题 都无药而喻了 我再次希望大家 不要像我一样 自己种下的恶因都不知 而得此恶果 要懂得因果的存在 真的是真实不虚的 不要等到业障爆发 才去修 趁人还没事实 要好好地修 珍惜自己的会命 人生难得 佛法难稳 要不是遇到心灵法门 妈妈的安危和自身的病痛 都难以解脱 不敢想象自己 以后的日子 将会是如何度过 我一定会好好地修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广度有缘众生 非常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恩师如君弘台长 能让我遇到 这么好的法门 感恩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